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 呃 你想让我跑多远 我就能跑多远 但是爸爸 你根本就跑不动不是吗 你别胡说 我可是很擅长跑步的 很好 还有其他人想一起跑吗 不用了 谢谢 但是我会捐钱出来支持猪爸爸跑步的 我也是 还有我 非常好 谢谢你了猪爸爸 佩奇和他的家人正在吃一道粒面 太好吃了 意大利面还有剩的吗 我说猪爸爸 你都已经吃了三份意大利面了 食物给我能量 而我正需要能量参加募娟长跑 但是你应该去练习一下跑步才对 我今天得练习吃意大利面 然后明天我再去练习跑步 不行 爸爸 你现在就应该开始练习跑步 快来吧 爸爸 来比赛 这太容易了 往山下跑确实很容易 但是往山上跑就很困难了 看来我不应该吃那么多意大利面的 今天就是募娟长跑的日子 灵阳夫人有张图表 上面显示了猪爸爸要跑多少公里 猪爸爸首先要跑到这个地方 这里是个超市 然后再跑到这里 是我爷爷的修车场 最后呢 他要跑到这里 这是风吸宝 那样的话 我们就有足够的钱把学校的屋顶修好了 我现在就开始跑 就位 预备 跑 我跑完了 我们可以开始野餐了 糊涂的爸爸 那个只是一幅画而已 没错 现在你要跑向真正的风吸宝了 请就位 预备 好 加油 加油主啊 你可以做到的 加油小车 你可以做到的 小车已经率先到达了风吸宝 现在大家都开始野餐了 我要水 我要水 今天天气可真好啊 而且还有一个如此轻松就能筹到钱的活动 我要水 我要水 猪爸爸终于到达了超市 一路跑过来让他感到非常的口渴 我们从望远镜里看吧 我能看见爸爸了 望远镜能让你看清远处的东西 他走得非常慢 猪爸爸到达了狗爷爷的修车场 就这样吧 我跑不动了 爸爸停下来了 你看上去很热啊 来吃点东西凉快一下吧 再补充点能量 来吃根雪糕吧 太感谢你了 狗爷爷 真好吃 啊 黄蜂 走开 走开 快走开 你个小虫子 这只黄蜂想吃猪爸爸的雪糕 不行 这可是我的雪糕 爸爸他又开始跑起来了 而且跑得很快 太好了 走开啊 快走开 你现在可以停下来了 猪爸爸 我们的钱已经足够可以去修屋顶了 猪爸爸把黄蜂甩掉了 哇 干得好 猪爸爸 你多跑的那些路程 让我们募集到了足够的钱 可以换辆新校车了 谢谢你 猪爸爸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土豆先生来小镇了 上 下 上 下 上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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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琪和家人们在看土豆先生的电视节目 下 上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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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看这些关于减肥的电视节目 下 现在 你们看 这是我收到的一些很不错的图片 这个 是一支蘋果 哦 记住了 吃水果和蔬菜 能够帮助你保持你的身材 我就是经常吃水果和蔬菜的 还有坚持锻炼是很重要的 今天我的新的运动中心要在小镇里开业 欢迎前来 妈妈 我们能去看看土豆先生吗 去看土豆先生的路可有点远呢 佩琪 那可不是普通的土豆 他是我们的土豆先生呀 我们可以过去看看他吗 妈妈 拜托 哦 那好吧 太好了 大家都来新开的运动中心看土豆先生 是啊 看 土豆先生来了 土豆先生 哦 原来是佩琪来了 哦 你们大家好 你好 佩琪 苏西以为你是土豆先生呢 我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土豆先生 没错 你的个头太大了 土豆先生的个头可比我还大呢 才没有呢 他只是一个土豆 而土豆就只有这么大 哦 看哪 土豆先生来了 土豆先生来到了小镇 请欢迎你们的朋友 你叫我 土豆先生吧 我发给你一个乳化哦 我宣布这个运动中心开业 非常地不错 我们必须都运动起来 而且每天都要吃水果和蔬菜 我们该吃哪些呢 土豆先生 苹果 橙子 胡萝卜 番茄 还有土豆 你为什么不像那些正常的土豆那样小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土豆 你看它还有腿呢 正常的土豆是不会有腿的 它是一个超级土豆 我们每天早上都看你的节目 非常好 记得把你们的话都寄给我 我们会的 佩奇和她的朋友们在幼儿园 孩子们 今天我们要来为土豆先生画一张画 好高 我画了一个菠萝 我画了一根胡萝卜 画得很好 你画的是什么 艾米丽 一颗豆子 真不错 那佩德罗呢 我画的是超级土豆 哦 我知道了 乔治画了一个非常好看的番茄 佩奇 你画的是什么蔬菜呢 我画的是爸爸看电视的样子 哦 真不错 现在我们把所有的画放到信封里 然后把它寄给土豆先生 现在是早上 正好是土豆先生的节目时间 请欢迎你们大家的朋友 我 土豆先生吧 我们把自己画的画放在了信封里 哦 是的 当然了 我收到了一封信 里面放了很多画 这个番茄看上去非常好吃 那是乔治画的番茄 干得好 乔治 但是这一幅画来自小猪佩奇 是我最喜欢的一幅 哇哦 那幅画是我画的 上面画着 猪爸爸正在看电视 嗯 看上去猪爸爸需要多进行锻炼才行 诶 什么呀 来吧 猪爸爸 我们来上上下下地跳一跳吧 哦 那好吧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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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爸爸喜欢上上下下地跳 大家都喜欢上上下下地跳 上上 金鱼 金鲶 今天是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猪爸爸开着车去上班了 该吃早饭了 金鲶 猪妈妈在给金鱼金鲶喂食物 妈妈 金鲶她为什么不吃呀 哦 可能她不是很舒服吧 我们给仓鼠兽医打个电话 你好 我是仓鼠兽医 有什么事 你好 仓鼠兽医 我们家的金鱼不肯吃东西了 而且它看上去很不开心 哦 那你们最好赶快带金鱼来我这里吧 哦 爸爸他把车开走了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去呢 可以坐公共汽车去 哦 太棒了 这里是公交车站 时间表上显示 下一辆公共汽车会在十点到达 那么现在是几点呢 十点了 太好了 需要几张票呀 一张成人票 还有两张儿童票 还有一张金鱼票 谢谢 金鱼可以免费 抓紧了 公牛先生在等公共汽车 我要一张去乐器商店的票 谢谢 你好啊 公牛先生 我们现在要带金鲸去看仓鼠兽医 哦 怎么了 你是不是感觉不舒服 金鲸 他没办法说话 他是条鲸鱼 那当然了 说不定他很想听听我用大号演奏的曲子 他听上去有点奇怪 所以我现在要去乐器商店 把它修理一下 羊妈妈 猫妈妈 斑马先生 凌羊夫人 都上了公共汽车 你好 我要四张去超市的票 你好 凌羊夫人 我们现在要带金鲸去看仓鼠兽医 哦 金鲸她不舒服吗 她好像很喜欢你 The wheels on the bus go round and round round and round round and round The wheels on the bus go round and round all day long 好了 超市到了 再见 再见 乐器商店到了 再见 仓鼠兽医家到了 仓鼠兽医为生病的宠物看病 哦 这就是那条不肯吃东西的金鱼吗 是的 你看一下 金鲸把食物都吃了 哦 他在家里一点都不肯吃 可能是因为金鲸在家里太无聊了 一路上遇到有趣的事 让她的心情变好了 是吗 你的这条金鱼 它很健康 也很快乐 它非常可爱 太感谢你了 仓鼠兽医 猪妈妈 佩奇和乔治 要坐公共汽车回家了 公牛先生带着修理好的大号回家了 我的大号跟新的一样了 羚羊夫人和朋友们买完东西也要回家了 佩奇 你的金鱼好像变得活泼了 是的 就因为坐了公共汽车 所以它感觉好多了 你们好啊 到哪里去了 我们带金鲸去看仓鼠兽医了 它现在已经好多了 哦 糟糕啊 金鲸咳嗽了几下 我觉得我们明天还得带金鲸去看一下兽医 我可以开车带你们去 不用了 爸爸 我们想坐公共汽车去 你要很有趣 好吧 我们就坐公共汽车去 大家都喜欢坐公共汽车 尤其是金鱼金鲸 克洛伊的大朋友 佩奇和她的家人 要去拜访她的堂姐克洛伊 我最喜欢和堂姐克洛伊 一起玩了 克洛伊 克洛伊 哦 克洛伊 你们好啊 这是我的朋友们 松鼠西蒙 还有小熊贝琳达 你们可以叫我西 这是西蒙的简称 你们可以叫我贝 这个是贝琳达的简称 我是 佩奇 我们就叫你 佩 哦 还有这位 他叫乔治 那我们就叫你 乔 哦 你都没有跟我们提过 你还有小孩子亲戚克洛伊 我才不是什么小孩子呢 可你们两个年纪很小 我已经是大姑娘了 乔治才是小孩子 嗯 我们还是一起玩游戏吧 太好了 那么我们来玩捉迷藏吧 我们现在已经不再玩小孩子的游戏了 我们都已经长大了 那玩是或不是的游戏吧 是或不是 是什么游戏啊 就是我来问问题 然后你来回答 这居然也是一个游戏吗 你绝对不能说是或不是 这太简单了 那么现在你们要玩吗 是的 你刚刚说了是 这不公平 我还没准备好呢 那你准备好了吗 是的 我又赢了 佩奇非常擅长玩是或不是的游戏 那么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了 你不会介意我问你什么问题的 对不对 我不会介意的 你觉得我能让你说出是或不是吗 我想你应该不能 哦 我放弃了 为什么赢的人总是你呢 很简单 你只要不去说是或不是 哈 我赢了 你刚才说是或不是了 这个真好玩 我们来玩个别的游戏吧 你们玩过一个游戏叫杀丁鱼吗 那是什么游戏 一个人躲起来 然后我们要一起去找他 这个挺起来就好像是捉迷藏 但是当你找到他时 你要悄悄的 然后也躲到那个地方去 直到所有人都躲到那里 就好像是罐头里的杀丁鱼一样 那好吧 我们就来试一下 乔治 那么你先去躲起来吧 一 二 三 乔治 需要找一个地方去躲起来 九 十 躲好了吗 我们来找你咯 乔治 乔治 我看到你左摇右摆的尾巴了 佩奇和乔治一起躲了起来 谢谢乔治 我找到你们了 现在 克洛伊必须要跟佩奇和乔治挤在一起 原来你们躲在这里呀 现在小熊贝琳达也挤到里面去了 让让我 我们像挤在罐头里的杀丁鱼 大家都跑到哪儿去了 我们在这儿 我们还是不要再跑来跑去了 没错 那么我们现在来放松一下吧 放松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样闲坐着 然后一起聊聊天 我喜欢聊天 什么都能聊 那我们就来聊聊音乐吧 我非常喜欢蓝调音乐 我最喜欢的是红调音乐 我喜欢的是绿调音乐 我们都不喜欢儿童听的音乐 不不不 那么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呢 我最喜欢这个 这可是大人的音乐哦 脑袋肩膀 膠肢膠肢 脑袋肩膠肢 膠肢膠肢 眼睛耳朵 脑袋肩膠肢 膠袋肩膠肢 膠肢膠肢 膠肢膠肢 其实你现在已经长大了 大象埃德蒙的生日 今天游地员斑马先生来为佩奇家送信 哦 看呐 我们家有人收到了派对邀请 一定是邀请我的 上面写着 邀请小猪乔治参加大象埃德蒙的派对 请你一定要来哦 上面邀请的难道不是乔治和佩奇吗 不是 只有乔治 哼 反正我也不想去参加这种没意思的小孩子的派对呢 你好 哦 是找你的佩奇 大象埃米丽打来的 你好 你好佩奇 你愿意作为我的朋友来参加埃德蒙的派对吗 哦 我愿意 谢谢 我妈妈要我们帮忙一起照顾小孩子们 帮忙 好的 我可以帮忙 丹尼还有苏西也会来帮忙的 哦 太好了 所有的孩子都来参加埃德蒙的派对了 哦 小帮手们来了 你好 大象太太 我们的派对马上就要开始了 谁想玩音乐雕像的游戏 哇 我们要这样来玩 音乐响起的时候就要跳舞 音乐停下的时候 就要像雕像一样 不能动 准备好 预备 开始 这个时候你们应该要跳舞呀 这个小家伙还在眨眼睛 你 出局了 乔治 你刚刚动了 你也出局了 理查德和埃德蒙都出局 所以最后是莎莎赢了 太好了 你赢了一块奖牌 她可是用真的金色塑料做成的 哈哈哈哈 妈妈 音乐雕像的游戏结束了 非常好 现在来玩鸡骨传花的游戏吧 好的 当音乐响起的时候 就要把这个包裹传给别人 当音乐停下来的时候 就可以拆掉一层纸 准备好 预备 开始 你怎么了 乔治 快把包裹传出去 埃德蒙得到了一块奖牌 你快点 理查德 你现在 只要把纸拆开就行了 理查德得到了一块奖牌 哈哈哈哈 乔治也得到了一块奖牌 哈哈哈哈 快把包裹传出去 哦 糟糕 乔治不肯把包裹传给别人 哈哈哈哈 不行 乔治 这块奖牌是莎莎的才对 哈哈 是一只大大的玩具熊 嘿嘿嘿 最后埃德蒙赢了 嘿嘿嘿 妈妈 几股传花的游戏也玩好了 哦 好吧 现在我们吃东西吧 太好了 哦 所有椅子都被小帮手们占了 你们别忘了 这是埃德蒙的派对 小帮手要等小孩子们吃完了 哦 好的 我们是小帮手 哈哈哈哈 果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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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冻谢谢 果冻 果冻 再来一杯 生日快乐 埃德蒙 生日快乐 埃德蒙 生日快乐 埃德蒙 是的 照看小孩子们真是太不容易了 哎 我需要躺下休息一会儿 我想我需要放个假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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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秘密俱乐部 哈哈哈 佩琪来找小杨苏西一起玩 哈哈哈 你好啊 苏西 你好啊 佩琪 你为什么要在脸上戴一个面具呢 这样别人就不知道我是谁了 我进了一个秘密俱乐部 我也能加入你的秘密俱乐部吗 想要进入俱乐部可不容易 你必须说出那个暗号才可以加入 那么是什么暗号 不拉达巴布 没错 你加入了 小狗丹尼也过来玩了 你好啊 佩琪 你好啊 苏西 噓 怎么了 我在一个秘密俱乐部里 我也在里面呢 小马佩德罗 小猫坎迪和小兔瑞贝卡 也过来玩了 你们好啊 苏西和佩琪参加了一个秘密俱乐部 我们能参加你的秘密俱乐部吗 小妖加入的话可能有点难度 你一定要说出正确的暗号才能加入 沙拉拉玛库奇 沙拉拉玛库奇 这不是我刚才说的暗号 暗号需要一直更换 这样才能保持神秘啊 哦 那我们进了秘密俱乐部了吗 你们进来了 那我们要做点什么呢 我们秘密地做一些秘密的事情 还要秘密地执行一些秘密的任务 我不知道你们到底在说些什么 可不可以教我们怎么执行秘密任务 没错 教我们吧 呃 佩琪可以教你们 但是戴着面具的人可是你呀 苏西 好的 那么我的秘密任务 就是去拿一些饼干 大家看好啦 小羊苏西尽量不让别人看到它 妈妈 我可以拿点饼干 给我的朋友们吃吗 当然可以 你都拿去吧 谢谢你 妈妈 小羊苏西回来了 而且还带了饼干 太棒了 太棒了 你有没有被别人看到呢 没有 只有一个大人吧 大家注意 你们想不想喝点果汁配饼干呢 你说什么饼干啊 你刚才拿给朋友们吃的饼干呢 哦 苏西 怎么回事啊 我们进了一个秘密俱乐部 执行秘密任务 可苏西把我们的秘密说出去了 哦 我能进你们的秘密俱乐部吗 拜托了 我一直很想加入这种秘密俱乐部 想要加入的话可不容易哦 你一定要说出那个暗号才能够加入 暗号是什么 皮肯尼嘟怒嘟 皮肯尼嘟怒嘟 你说对了 你现在加入了 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 小心 猪爸爸来了 你去和我爸爸说话 但是关于我们的秘密俱乐部什么都不要提哦 有人吗 哦 你在这儿啊 杨妈妈 有什么事吗 秘密俱乐部 哦 不要说 哦 我一直都想加入秘密俱乐部 我能加入你们吗 你不能加入我们爸爸 因为你是一个成年人 哦 我妈妈也是个成年人 好吧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加入的暗号才可以哦 暗号是什么 啪啪嘀嘟嘟嘟当 啪啪嘀嘟嘟当 你加入了 那我现在要干嘛 大家小心 猪妈妈过来了 现在去跟着妈妈 一定要秘密地进行 猪爸爸 啊 你好吗 猪妈妈 你躲在灌木丛里干什么 呃 呃 秘密俱乐部 哦 我一直都很想加入秘密俱乐部呢 我们的俱乐部里不能把所有人都加进来 那样的话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哦 但是我想秘密俱乐部也不一定非得有秘密 你们说对不对 它可以是每个人都能加入的秘密俱乐部 这样大家就都可以加入进来了 哦 太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画匣子 今天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小杨苏西来这里找佩奇一起玩 你好啊 苏西 哈哈哈哈 你好啊 佩奇 佩奇和苏西是最好的朋友 哈哈哈哈 大家看我昨天遇到了什么事情 昨天的时候我去鸭子池塘 然后见到了鸭太太 好吧 我昨天呢 后来我又和我的妈妈一起去了超市 我们买了面包 胡萝卜 你怎么了 你的话实在太多了 一会儿说去池塘 一会儿又说去超市 一直说个不停 我不喜欢你这样 妈妈 苏西说 我的话实在太多了 那个 你是有那么一点 像画匣子佩奇 画匣子 说得没错 一直说个没完 一直说个不停 一直说啊 说啊 说啊 你的嘴从来都没有停过 只要我愿意的话 我就可以一直不说话明白吗 不 你做不到的 可以 我可以做到 你做不到的 我可以做到 你做不到的 好了 够了 从今以后 我再也不说话了 你好啊 苏西 你好啊 佩琪 你好啊 苏仪 你今天真漂亮啊 谢谢你 苏西 这条是我的新裙子 奇怪 你为什么不说话呢 佩琪 就是啊 你为什么不说话呢 佩琪 这个游戏太没意思了 你们在玩什么游戏啊 苏西说我是个话匣子 她还说我永远都不会安静 你现在就不这么安静啊 佩琪 不是吗 够了 我再也不会说话了 永远都不会了 就从现在开始 就从现在开始 你们大家好啊 你好 丹尼 你好 丹尼 佩琪 她这是怎么了 她再也不说话了 哦 谁想要吃葡萄 我想要吃 我也想吃 你不可以点头的 这算是作弊了 而且你也不能眨眼哦 你们大家好啊 你好 佩德罗 佩琪 她这是怎么了 她永远都不再说话了 永远都不会了 为什么 因为她的话实在是太多了 胡说 我才没有说那么多话呢 那么你呢 你还总是像这样走路呢 哦 看看我 我是向阳苏西 你懂我的意思了吧 而且你还会这么说 密奇马七步八步 我才没有像你这样呢 这个样子是有那么一点像你 苏西 苏西 你其实也和我一样吵 我可以很安静的 这可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也没有那么困难啊 佩琪 好啊 那么你来试试看吧 那我们都来试试看吧 我们去做给我妈妈看 妈妈 我们要一起保持安静 是非常的安静 甚至安静到 可以听到东西掉到地上的声音 像老鼠一样安静 可你们一点都不安静 你们几个小家伙都很吵啊 只要我们想的话 我们就可以安静下来 我数到三之后就立刻保持安静 一 二 我还没有准备好 好了 开始吧 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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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对不起 佩琪 说话很好啊 其实啊 我认为你非常擅长说话 说得对 说话可是我最擅长的事情了 我也非常的擅长说话啊 你可不擅长 我才是话匣子呢 我说的话比你说的还要多呢 呵呵呵 你们两个都一样 是的 没错 所以我们才是最好的朋友 佩琪喜欢说话 苏西喜欢说话 大家都喜欢说话 兔小姐请假 佩琪 乔治 还有小杨 苏西 一起在小兔瑞贝卡家里过夜 早餐的时候吃胡萝卜 这真的是件非常有趣的事呢 兔妈妈 是啊 我们每天早餐吃的都是胡萝卜 我可以一整天都是胡萝卜 但是我最好赶快去上班了 祝你们玩得愉快 再见 对了 兔妈妈 你为什么不去工作呢 我也在工作啊 苏西 你觉得是谁在照顾这两个小家伙呢 是你在照顾我们 你们可以帮我收拾一下你们的玩具吗 免得有人进来被他们绊倒了 是我的妹妹来了 你们好啊 你好啊 兔小姐 阿姨你好 我不能待很久 我今天还有很多工作要去做呢 我要去超市里收营 还要兼顾冰淇淋店 然后开公交车 那么我们一会儿见了 姐姐 再见了 妹妹 啊 啊 我天哪 兔小姐被李查德的一个小玩具绊倒了 哦 脚踝好疼 我还可以单脚跳去工作 不行 你待在这里好好休养一下 但是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去做呢 我可以去帮你做你的工作 你要先去做哪个 我得先去超市 好的 瑞贝卡 请照顾好你的阿姨 好的 妈妈 兔妈妈首先来到了超市 谢天谢地 你终于来了 兔小姐 兔小姐她病了 今天我来代替她收营 所以你不是兔小姐吗 不是啊 我是她姐姐 我是兔妈妈 是坐在这里的吗 呃 是的 你以前有没有在收营坛收过钱呢 没有 这个多少钱 呃 我不知道 我有一张优惠券 这儿能用图书底用券吗 我可以刷卡付钱吗 呃 小杨苏西穿上了她的护士制服 不要担心 我只是假扮的护士而已 请把舌头伸出来 然后说 啊 啊 这里是小兔瑞贝卡的家 请问你是哪一位呀 我是兔妈妈 家里一切都还好吗 是的 好的 因为这份工作我得做一天了 那么兔小姐的其他工作要怎么办呢 咱们不要做多朋友了 呃 这里是兔小姐的冰淇淋店 爸爸 你为什么会去买冰淇淋呢 哦 佩奇 我本来要去健身房的 突然觉得买个冰淇淋也很不错 兔小姐她现在生病了 今天需要你来替她买冰淇淋了 我可是很擅长卖冰淇淋的 能给我来一个樱桃味的冰淇淋吗 啊 这个是草莓 这个是香草 这个是巧克力 这个是香蕉 请帮我在上面加上开心果和草莓 啊 草莓在这儿 哦 怎么都化了呢 要不然给你来个冰淇淋汤怎么样 这里是狗爷爷的维修服务电话 兔小姐她现在生病了 你今天能不能替她去开公交车呢 当然可以佩奇 所有人上车 杨妈妈的车出现了问题 这里是狗爷爷的维修服务电话 麻烦你来帮帮我吧 我马上就到你呢 为此造成的不便我深感歉意 很抱歉给你们的出行带来的影响 请你们原谅 开公交车还是挺难的 卖冰淇淋也挺难的 在超市的收银台为大家结账也很难 我已经感觉好多了 我现在能起来了吗 不行 你现在必须好好的躺着 请你一定要保持呼吸 知道吗 你感觉好些了吗 兔小姐 做你的那些工作真是不容易啊 照顾你的小家伙们也真是不容易 你明天就会回去工作的 对不对 是的 你也会回到家里照顾孩子们吧 是的 露营度假 佩琪和她的家人开着露营车度假去了 早上好啊 我的小家伙们 早上好啊 孙爸爸 我喜欢露营 既然我们来到了郊外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看看大自然的风景 好主意 猪妈妈 那我们来看大自然节目吧 大自然的奇迹之一 鸟类 真是不错 走开 快点走开小鸟 我们听不到电视的声音了 哦 猪爸爸 如果你出来只是为了看电视的话 那我们的露营就没意义了 在家也能看电视 嗯 说得好 猪妈妈 这里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我们可以去 有树木的世界 什么是树木的世界 树木的世界就是布满了树木的森林呀 这个听上去有点无聊 或者是这个土豆城 那什么是土豆城呢 一个可以参观土豆田的旅行 结束时还可以有土豆吃哦 听上去很有意思 还有这个鸭子乐园 什么是鸭子乐园 是一条很宽的河 上面都是鸭子 鸭子乐园 我们去鸭子乐园吧 佩奇和乔治很喜欢鸭子 可是我们要怎么去鸭子乐园 露营车带我们过去 你们好 今天我们要去哪里 去鸭子乐园 谢谢 请沿着这条路行驶 保持执行 欢迎来到鸭子乐园 你们一共要几张票呢 成人票儿童票各两张 祝你们玩得愉快 鸭子们在哪里呢 也许他们在度假呢 那我们现在就在这里野餐吧 鸭子们迟早会出现的 就在我们野餐的时候嘛 佩奇和乔治喜欢野餐 看 鸭子们过来了 别吃爸爸 我们需要拿面包去喂鸭子 好吧 你好 鸭太太 更多的鸭子来了 鸭子们的兄弟姐妹们都来了 又来了许多鸭子 这两只是鸭爷爷和鸭奶奶吧 这些估计都是叔叔阿姨吧 我们的食物现在喂完了 鸭子们 你们要跟我爸爸说谢谢哦 不用谢鸭子们 我喜欢鸭子乐园 是时候该回家了 我想知道回家最近的路该怎么走 向前始终执行 开到河里 哦 你确定吗 确定 请你开到河里 但是我们不能开进河里呀 没错 它根本就是在胡说 请按下蓝色的按钮 露营车就这样开到了河里 我们的露营车现在变成了一艘船 可是我不太希望这样 欢迎各位使用未来之车 你们看 那是小狗丹尼 还有他爷爷 你好啊 猪爸爸 你们好啊 继续开 到达下一个山坡 你的目的地已经到了 我们到家了 谢谢你带来的美好假期 露营车女士 不客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虽然出去度假很好玩 但是我还是更喜欢回到我们自己的家里 晚安啦 我的小家伙们 晚安 丹尼的海盗派对 今天是小狗丹尼的生日 他要举办一个生日派对 呦吼吼 大家都打扮成了海盗的样子 呦吼吼 佩德罗打扮成了牛仔的样子 呦吼 你们好啊 我的小宝贝们 就连狗爷爷也打扮成了海盗的样子 你好啊 狗爷爷 叫我大胡子狗 你好啊 大胡子狗 你们这些小小的海盗们 有没有人想要去汹涌的海上探个险呢 你为什么说些奇怪的话 他说的是海盗用语 想玩我的海盗游戏的孩子们 请说 这会是个危险的游戏吗 不会的 佩德罗 狗爷爷已经向我保证过了 这会是个非常安全的游戏 哦 肯定会很激动人心哦 有谁想来玩 哦 这是我们的作战计划 很久之前 我有一桶金子 那是我的正当所得 但是我的金子被霍格船长 无耻地偷走了 什么 海盗说的话让人有点难以理解 霍格船长抢走了我的宝藏 哦 而且霍格船长他是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海盗 你们有些人可能已经认识他了 他就是我们的猪爷爷 哦 是猪爷爷 我们首先要找到霍格船长的藏身之处 把我的宝藏抢回来 但是不能被他发现 太棒了 每个人都很兴奋地想要玩这个海盗游戏 你好猪爷爷 我们要出发了 非常好 非常好 猪爷爷和鹦鹉玻璃守护着海盗宝藏 让我们看看谁可以第一个跑到船上去 这是什么意思啊 跑到船上去吧 救护 耶 站好了 把你们的救生衣穿上 在狗爷爷的船上 所有的孩子都得穿上救生衣 那个狡猾的大胡子狗应该快到了吧 你可以先喝杯热茶猪爷爷 哦 谢谢你猪奶奶 终于要出发了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大胡子狗先生 我想去一下厕所可以吗 我也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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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久还没到啊 你好啊 狗爷爷 你刚才不是说已经出发了吗 是的 是的 我们快要到了 要把我的船员们聚起来太不容易了 现在起毛了 全速前进 遵命 大胡子狗 准备靠岸 准备靠岸 孩子们终于到达了猪爷爷的果园 我们的游戏就是找到我的宝藏但是不能被捉到 小海盗们要加油哦 小声一点 妈妈 我希望我的附近没有海盗出没 因为他们会想偷走我丰富的宝藏 佩奇和他的朋友拿到了一份宝藏 而且没有被抓住 这个是硬币巧克力啊 大家都喜欢硬币巧克力 抓住你了 狗爷爷被猪爷爷抓住了 你想拿走我的宝藏 是不是 这是我的 这可是我光明正大赢来的 得了 你才没有呢 哦 就是我赢来的 谢谢你霍格船长 还有大胡子狗 为丹尼举办的海盗派对游戏 哦 这是我应该做的 是的 我也玩得非常开心 祝你生日快乐 戴尼 这个是最好玩的海盗生日派对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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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马上就要放学了 孩子们 明天就是我们的才艺日了 哦 那什么是才艺呀 才艺就是那些你很喜欢做的 也很擅长的事 哈哈 这就像是我喜欢看的 看电视 而且我看得很好 想想有什么事 我们可能想看到你来做的事 我的才艺就是弹吉他 哦 哦 喵 家长们来接孩子们回家了 不要忘了好好想想 有什么才艺可以在明天表演 佩奇和乔治该睡觉了 佩奇和乔治该睡觉了 我现在还不可以睡觉 我还没有想到明天要表演什么才艺 但是你有很多才艺可以表演啊 佩奇 没错 我可以跳神 我还可以唱歌 一闪一闪亮晶晶 我还能跳舞 只选一个才艺有点困难 因为我擅长做很多事情 别担心 你可以明天再做决定 好的 今天是才艺日 我的才艺是跳神 唱歌 还有跳舞 我昨天晚上都已经练习过了 我昨天晚上练习过怎么才能看好电视 那可不算是才艺 林阳夫人不是说过的吗 那我能做什么呢 谁愿意第一个来给我们表演才艺呢 小狗丹尼 我可以表演打鼓 我还可以敲得更响 不用了 这样很好了 丹尼 轮到佩德罗了 你要表演什么才艺啊 我要表演魔术 这里是满满一杯子的水 这是真的 而且是透明的 现在我要让杯子里的水全部消失 请你们都把眼睛闭上 现在睁开眼睛 杯子里的水没有了 谢谢 轮到艾米丽了 我要给大家表演树笛 你的才艺是什么 瑞贝卡 我可以用鼻子发出特别的声音 只有我踮起脚尖才能发出刚才的声音 他的才艺好厉害啊 没错 那我该表演什么 坎迪 你的才艺是什么 跳绳 我也准备要表演跳绳的 不过我还可以表演跳舞和唱歌呢 我的才艺是唱歌 一闪一闪亮晶晶 没关系 我还可以表演跳舞 小杨苏西 你的才艺是什么呢 跳舞 不行 你不能跳舞 噢 糟糕 跳舞本来是佩奇的最后一项才艺 刚才你们大家表现得很好 而且你们选择了各种不同的才艺来表演 现在还有谁没表演呢 佩奇 我本来打算跳绳 唱歌或者跳舞 但是大家都表演过了 佩奇 才艺可以是任何事 但是看电视可不算是一个才艺哦 好好想想 有什么是你非常想做的 我知道了 我有一个才艺 而且我非常擅长 真想知道佩奇的这个才艺是什么 我的特殊才艺 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擅长的才艺 就是在泥坑里面跳来跳去 佩奇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大家都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爺爺来游乐场 今天由朱爷爷来照顾佩奇和乔治 好了 爷爷 让我来告诉你游乐场里该怎么玩 这个是滑梯 你从这里走上去 然后呢 你从那里滑下来 而且玩的时候大家都要排队 我知道什么是滑梯 佩奇 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 我也会这样一个人玩 在那个古老的年代有没有秋千玩呢 我们那个时候有秋千 攀登架 还有旋转圆盘 是吗 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滑梯了 它也是我最喜欢的 大家都排好队 轮流玩滑梯 哇哦 淘气的理查德 你应该知道要排队玩 小兔理查德觉得排队有点麻烦 哦 小家伙 做个小孩子很不容易吧 是吗 理查德 因为理查德比较小 所以我觉得他不用排队了 我要是你 我就不会改变规则 朱爷爷 没关系的 孩子们都能理解的 是不是啊 但是爷爷 乔治也还小 可他就必须在这里排队 是的 乔治的确还小 所以呢 他也不需要排队 哦 糟糕啊 乔治和理查德两个人一直在玩滑梯 爷爷 我们什么时候能去玩滑梯啊 你不用担心 佩奇 他们不会在上面玩很久的 我等得太无聊了 我也是 我们还是去玩秋千吧 小马佩德罗在秋千上玩呢 佩德罗 现在能让我玩吗 可我还想在秋千上再多玩一会儿呢 但是你已经在秋千上玩很久了 请问朱爷爷 你可以过来推我一下吗 我觉得现在应该轮到别人来玩了 佩德罗 但是我马上就要回家了 哦 这样啊 那就不一样了 那么我来推你吧 但是爷爷 我等得太无聊了 我也是 我也是 我们还是去玩旋转圆盘吧 大家都喜欢玩旋转圆盘 旋转圆盘上太多人了 大家都下来 但是朱爷爷 我之前就已经在这上面玩了 那你可以回到旋转圆盘上去 我也要回到上面去 为什么呢 瑞贝卡 因为我的生日就快要到了 好吧 还有我 好吧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等等 现在旋转圆盘上一个男孩子都没有 那么现在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我戴着眼镜呢 那我能上去吗 孩子们开始自己制定规则了 我需要上去 因为我喜欢胡萝卜 现在你们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不行 我也需要上去 因为我可以做这个 猪妈妈过来了 照顾孩子还顺利吗 我 我 我很困惑呀 这个游乐场的规则实在有点太麻烦了 游乐场里只有一个规则猪爷爷 这个规则就是 大家都要排队玩 哇 嘿嘿嘿 什么 小孩子们也要吗 对 小孩子们也要排队 那么年纪大的人也要排队吗 比如说爷爷 即使像猪爷爷这么大年纪的也要排队 在游乐场大家都要排队玩 数字 今天是佩奇和朋友们上学的日子 哦 孩子们 今天我们要来上一节 和数字有关的课程 有没有谁知道 数字是用来干什么的 数字是用来计数的吗 是的 佩奇 现在谁想来试一下数数 我 我 我 好的 佩德罗 一 二 三 四 佩德罗数到了四 做得好 佩德罗 还有谁可以数得比四还要多呢 我 我 我 好 瑞贝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瑞贝卡已经数到七了 非常好 瑞贝卡 林阳夫人 怎么了 坎迪 我妈妈可以数到十呢 哇哦 是的 在七之后是八 九 十 十 八 九 十 非常好 游戏时间到了 小兔瑞贝卡 板马苏姨 小羊苏西 还有佩奇 都喜欢跳绳 我喜欢大地 我喜欢海洋 我喜欢苏西 和我一起跳 我喜欢拼 我喜欢胖 我喜欢苏姨 和我一起跳 我知道了 我们来比一下 看谁能连续跳绳跳的最多 我来数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苏姨赢了 真是太棒了 太棒了 太棒了 佩德罗 你想来跟我们一起跳绳吗 不是的 佩奇 我在玩呼拉圈呢 摇啊摇啊摇摇摇 转啊转啊转转转 呼拉圈 呼拉圈 一 二 三 哦 你一次可以连续转几圈呢 一百万零三个 哇哦 转的可真多 我们来帮你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你只转了八个 我感觉有点累了 剩下的我一会儿再转吧 你会不会转呼拉圈 艾米莉 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转 大虾艾米莉在用自己的鼻子转呼拉圈 太棒了 我觉得你刚才可能转了一百个 乔治想要玩跳山羊 乔治喜欢玩跳山羊 大家都来玩跳山羊吧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游戏时间结束了 林阳夫人 现在我们所有人都能数到十了 非常好 但是我们只有在玩的时候才能做到 哦 没问题 理查德 艾德蒙 去把跳绳用的绳子拿出来吧 你们好啊 我是来接佩奇和乔治回家的 爸爸 你来得也太早了 哦 没事的 来和我们一起玩游戏吧 哦 好的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从一数到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哦 你看上去很累了 猪爸爸 我没事的 我可以跳一百个的 好主意 猪爸爸 那就数到一百 哦 还是先数到二十吧 好吧 数到二十 十一 十二 游乐场 今天 佩奇和家人要一起去游乐场 我好喜欢游乐场啊 滑梯 滑梯 我带乔治去玩旋转滑梯 好的 待会儿见 待会儿见 来吧 来吧 钓到鸭子就能赢得大熊猫哦 妈妈 我们能去看看吗 好啊 一块钱 谢谢 一块钱 都是用来做膳事的 妈妈 我想要那只大熊猫 哦 我试试看 但我想这并不容易 你说得对 我猜你不会赢 什么 你不会赢 我认为这只是浪费钱 我们走着瞧吧 猪妈妈获胜了 好耶 实在太神奇了 给 你的大熊猫 你想不想要一只小点的大熊猫 不 我有这只就够了 妈妈 你看 好大的熊猫啊 我觉得有点太大了 才不会呢 乔治和爸爸正在旋转滑梯那排队 嗯 这有点高啊 乔治 你确定要玩这个吗 一块钱 谢谢 一块钱 都是用来做膳事的 哦 天呐 对乔治来说太高了 别担心 乔治 我会陪着你的 请付一块钱 谢谢 乔治再也不怕膏了 哦 这有点高啊 对不对 我还是坐楼梯吧 楼梯上挤满了小朋友 这里就能下去啊 乔治的爸爸 哦 好吧 快来吧 快来吧 只要射中目标 就能赢得一个大熊猫哦 妈妈 这个你也做得到 佩奇 我们已经有一只大熊猫了 不用担心 你不会赢的 女生不擅长这个 抱歉 你说什么 这游戏需要技巧 需要多少钱才能玩 一块钱 猪妈妈获胜了 哦 不可思议 你的大熊猫 给 好耶 妈妈 我也想要那个大熊猫 那个也太大了 才不会呢 猪爸爸和乔治正坐在摩天轮上 好好 recognize 好 抓紧了 哦 抓紧了 哦 这真实太高了 哦 哦 终于结束了 还没有 一块钱能做五圈 要赚五圈 不 来吧 来吧 测试你有多大力气 快来挑战大力锤吧 这要怎么玩 只要你用这把锤子 砸下这个按钮 如果铃声响起 就能拿到奖品 不需要什么技巧 但是你要很强壮 我想试试 一块钱 真可惜 我很强壮 我想试试 你们都往后退一点 小心点啊猪爸爸 你没那么强壮的 说得没错 猪先生有些胖啊 什么 我是说猪先生的肚子 看起来胖胖的 把锤子给我 我的老天哪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景 他迎走了我们所有的大熊猫 好耶 妈妈 我能把大熊猫分给我的朋友们吗 当然可以 佩琪 谢谢你佩琪 你们人真好 非常感谢你们 我对我的演繹 我也是 我只会 counsel 这就会吃你了 以算钱 teor令人